Yo,我是老威 這個禮拜啊,債犯GP02 所以真的是 這個禮拜我覺得最重要的債犯應該就是這一款啦 如果你有在找這一款的話 我覺得 這個禮拜可以趕快去模型店看一下 熬齊的模型啊 真的沒有什麼印象有深刻的 但是就是這一款 遊戲系列 我覺得這一款應該是 非常多人都一直會在買一款模型啦 那今天就來開箱這一款GP02 如果你沒買的話我覺得非常值得 那這款GP02呢 他在機甲之城有出過 那因為那機甲之城 首先組裝難度比較高 然後也很貴 一萬多塊錢 所以我覺得說 很多人對我求求其次就買MG啦 MG也不錯 你可以看到說其實 從外盒來講啊 我覺得這一款算是 最沒有 你會覺得說 哇這一款真的是 他到目前為止你都覺得他還蠻不錯的 就是不會讓你覺得說 因為像什麼很多 模型什麼 出剛有出1.0、2.0 你就會覺得說 哇 明顯就有差距了 但是這一款 我覺得他不用出2.0 都非常的讚 打開啊 哇 蠻懷舊的 就比較早期的模型啊 因為這一款是 我來看一下這個時間 這款的時間是 這個是1998年 生產的模型 就是第一次在 第一次生產的模型 所以比較早期的模型啊 他裡面都有一塊這個 東西 就是比較什麼天使啊 或者是一些 比較舊的模型 他都有這一塊 那這一塊還蠻好看的 而且他們 目前為止好像都 一直都會有啦 不會因為是再辦 然後就不會有這一塊 可以看到他這個 你想說後面有東西嗎 沒有 他其實後面就是一塊白紙 好了看板件吧 就是 像這個 因為他比較早期的模型啊 就是 你也知道說早期的 其實顏色他 分配的感覺 就是其實比較的 塑膠感塑膠感啊 像比如說黃色也很鮮豔 藍色也是 就是煮起來我覺得沒有到 那麼漂亮 但是我覺得你只要有一點點上色的能力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一款真的是非常好看 那 可以看到紅色的部分的話也是比較 那種有點呆呆的這種 塑膠的顏色 但是 我覺得就是要 有一點點 就是暫損的感覺的話 我覺得如果你會做的話 其實 這個模型本身 是做的還蠻不錯的 外裝甲的部分啊 可以看到說其實他這個顏色 其實本身就已經很到位 就是已經有點灰色的這種感覺 那當然因為他比較早期的模型嘛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他 雖然色出 是蠻大一塊 但是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刻線 所以 如果你要再漂亮一點 因為這個好像也沒GK 所以你要再漂亮一點 基本上只能自己刻了 這部分的話 其實就還蠻粗壯的 因為GP02本來就是走比較粗壯路線 最後就來看一下說明書吧 就是 UC系列的 好像說明書都 都是長這樣 比較設計 比較簡單一點點啦 那可以看到他這邊有很多的機體設定的樣子 1998年那時候的3D圖只能畫成這樣啦 OK啦 就是 但是至少模型是沒問題的 所以我是覺得說如果你有在找這一款啊 他這個禮拜剛好再犯 所以你可以趕快去買一下 我是覺得 這一次真的是 我自己都覺得非常好看 雖然沒有看過就是 GP01 我只知道GP03非常大一台 就是最近好像 有出 有要準備要出 GP03的那個 對岸有家公司 好像準備要出 GP03的 1比72的 哇那真的是 非常大 好 反正 到時候如果老威有拿到 那個 到時候我們再來開吧 反正GP這個系列 我覺得 算是蠻帥的 趕快去模型店找吧 我們下期再見囉 拜拜 拜拜